用这款蒜蓉酱烤出来的海鲜满屋飘香 之前一直用网上学到的方子烤海鲜 但效果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逐步尝试着放了一些其他的酱料 才达到这个最佳的口感 你无论是烤生蚝、扇贝、花鲜子、还有大虾 都能达到满屋飘香的效果 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操作 大蒜拍破咱们给它剁成绒 这个切剂一定要剁细一些 再者千万不要用水去投 半斤蒜放入20克一瓶鲜酱油 10克蚝油 5克辣妹子 这个是提色用的 口感不是那么辣 一会操作的时候就能看到效果 鲍鱼汁5克 海鲜酱5克 给它搅鱼备用 锅中1比1的比例放入色拉油 菜点油 这个油量要稀微大一些 凉油放入葱段和姜片 榨至焦黄捞出 倒入一半的蒜蓉 小火 给它炸至金黄捞出 将余下的蒜蓉放入 这个大蒜里头有大蒜素 咱们一定要勤搅拌 防止它粘连 炒至一分钟以后 将调好的酱料放入 接着小火慢慢的炒制 因为有辣妹子 还有海鲜酱 这个颜色立马就上来了 再炒至一分钟左右 放入小米椒 给它炒香 这个就是关火后的状态 颜色非常好看 而且口感不是那么辣 将炸好的蒜蓉放入 搅拌均匀即可 谢谢观看